準備好跟我一起去攔冰凍了嗎 對 我在冰島 光是想著接下來的每一天 眼睛睜開就能獲得各式各樣美的衝擊 我就覺得很興奮 等一下吃完早餐我們就要去藍冰凍啦 藍冰凍是冬季11月到3月才會有個新城 除非現在在南邊好像有一個一年四季都可以去的冰凍啦 不然主要都是冬季 很期待 不過這邊開過去還要兩個小時 所以我們要趕快吃一吃準備處理 看剛剛那個湯很好看 冰島南部之所以經典 除了上次介紹的瀑布之外 也是因為有著全冰島最大的冰川國家公園 以及特殊的地貌冰河湖 而那也是我們今天的目的地 隨著越來越靠近目的地 從沒看過冰川的我們 隔著車窗的玻璃 遠遠的就看到了冰川 這在山嵐間平躺著一整片的淡淡藍色 這原以為只會在色卡中看到的顏色 現在就在我的眼前 真好神秘 好美 做這個 這是你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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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可以喝 搭一台大巴士 藍冰洞 超級補 喔 大級補 這上級補 對 很高 準備好跟我一起去藍冰洞了嗎 藍冰洞可以說是冬季來冰島最值得一看的自然景觀了 夏季時冰川融水切割冰川底部形成了一個地下通道 冬季的時候會再凝固 那就變成了冰洞 所以大多數的藍冰洞都要在冬季才能看到 我們現在在藍冰洞裡面了 那它其實今天看起來沒有到非常的亮 那因為可能外面沒有太陽也會有影響 基於不同的結構成分還有光線的折射 造就了透著藍光的美麗冰宮 我們這個藍冰洞的行程是三個小時的 包含前後那個吉普車的那一段 因為它一定要把你載到真的到冰川的 開始消融的那個界線以內才會找得到藍冰洞 冬天開始的時候都會先去確認一下 今年藍冰洞的位置 然後會著冰就是把那個入口建出來 因為每年藍冰洞的位置是會有一點移動的 然後等到都設立完整之後才會開行程讓大家過去 也因此每年你能看到的冰洞都有可能不太一樣 旅行團也會依據每年冰洞的位置、狀態 安排不一樣的冰洞 像我們這次去的就是一個相對比較小一點的冰洞 但對於初次看到藍冰洞的我們來說 還是非常的令人驚豔 喔!這一面也很漂亮 直到我真正踏在這片冰川上 遍布的冰層透著冰川特有的藍色 以及大範圍覆蓋的火山灰 我才終於理解為什麼很多人說冰島是地球上最不像地球的地方 所以真的很像在地球上耶 吉普車的過程其實滿長的 然後它整路一直在想要讓大家興奮一點嘛 就是一整路在唱歌跟介紹 好! OK!大家準備好了嗎? 1!2! 他說這裡是歐洲的迪士尼 就跟The Frozen一樣 唯一差別就是沒有米老鼠 哈哈哈哈 一開始我們不確定要在哪裡集合 因為其實它的這個旅行社訂了之後 它就有說在這個parking lot那邊 但是沒有說找誰跟在哪裡 所以我覺得建議大家就直接打電話給你的旅行社的電話 問它在哪裡 它就會指引你找到它比較快 不然它時間到了他們是不會等你們的 可能就會直接就開走了 我們坐了14個人的巨大吉普車 超大 也是要這麼大的吉普車才有辦法 在這種off-road的冰川上面移動 然後我們開到這裡之後它才會給我們上冰爪 現在就是再把冰爪拖回去 這冰爪看起來是比較沒有限制你的登山鞋啦 因為可能走的路也沒有很長 所以像我這鞋也是OK的 我們在冰河湖這邊的停車場 我們在冰河湖這邊的停車場 然後有小餐車就點了一個龍蝦捲跟一個龍蝦湯 想說沒有要去賀芬吃龍蝦來這邊點個湯跟龍蝦 謝謝 它的羽毛是白色的耶 它很可愛的耶 我們這是一個躲回車上吃龍蝦 我們這是一個躲回車上吃龍蝦 看還要給大家看龍蝦肉喔 有啦有一些龍蝦喔 這樣算成台幣是 大概500塊 哇那真的也是一個龍蝦寶的價錢 我覺得蠻好喝的啊 在這邊餐車買一個這樣500塊 其實不便宜耶 一定是貴的啊但是 但現在這樣這個走完行程之後吃一下其實蠻快樂的 你要幹嘛 我沒走啊 冰河湖在旁邊耶 喔 是喔 嗯 好 我們去冰河湖走走 這個人剛剛很想走了 傻眼沒 來冰河湖然後不去 不去看 我以為是要開一段 後面 這就是 冰河湖啦 大家 常年累月的雪堆積擠壓 幾乎沒有氣泡孔隙的致密結構 讓冰川在照射到太陽時只反射了波長比較短的藍光 形成了只有冰川特有的藍色 而這冰河湖其實就是冰川融化形成的湖泊 然而隨著地球暖化 冰河湖的面積也在逐漸擴大 這麼夢幻的景象其實是來自於大自然的吶喊 我們運氣很好 還看到了不少游著泳 還有三隻上岸休息的海報 欸 那邊怎麼有個水 水花 它才幾多來了先 好可愛啊小胖子 再如此令人心動的風景下睡著 真的是最懂生活的海報了 隔著一條馬路的對面 就是同樣盛名在外的鑽石沙灘 我們現在 在往這個鑽石海灘的路上走 因為海邊的風都是不得了的 但是 跟昨天那個黑沙灘比起來 覺得是可以接受的風 這些被稱為鑽石的冰塊們 其實是從冰河湖漂流入海 又被海浪打上岸行程的 沙灘上的冰塊 其實很容易隨著太陽的照射和消融 所以每次來到這裡 能看到的鑽石數量是非常不同的 但我想也正是因為它的變異性 更讓旅客每次來訪冰島 都願意來這走走吧 現在是怎樣 有人在鑽石海灘 那邊給我求婚了是不是啊 蛤 哇操 太帥了吧 啊哈哈哈哈 啊哈哈 啊啊太刺激了 真正見識到冰島特有的景觀後 就開始不斷想像其他天氣其他季節下 又會是什麼樣的景象 下一世就在心中 許下了再次到訪的願望 冰島真的就是有這股迷人的魅力 原來不創造星人 作詞作詞・作曲 李宗盡家 短口 作曲 李宗盡家